那我們的氣象時間南台灣持續受到水汽的影響 偶有鎮雨不過很快有機會撥雲見日 明天南部這長達十多天的降雨終於是要告一段落了 不過我們來看到先前受到這熱帶性地下的影響 真的是降雨很多 第九號颱風盧比他路徑非常的詭異 接近台灣的時候是熱帶性地下 不過昨天已經復活增長 我們帶您看到盧比今天清晨的位置是在日本長期東北東方280公里 他隨即要轉變為是溫帶氣旋 另外一個颱風離我們的就越來越遠了 它是第十號颱風银河持續地朝東北東方向來行進 而台灣接下來其實整個的大氣環境 都還是維持西南風或是南風的環境 太平洋高壓這周就要開始增強了 預期會持續一到兩周的時間 那麼對我們的影響天氣又會變得炎熱起來 我們看到雨量的部分 今天中南部地區雨還是持續在下的 西南氣流雖然減弱了 不過西南風持續地傳送水汽過來 中南部仍然有短暫鎮雨或是雷雨 清晨到現在雲林以南有明顯的降雨 氣象局發布了豪雨大雨特報 我們帶您看到累積到今天早上8點今天 這一整天下來8個小時 雨降的最多的地方是在台南的北門區 194毫米的雨量 在南市台南的將軍區157毫米的雨量 其他也都是在台南七谷高雄山林區 還有台南雪甲區高雄六龜區 目前截止到現在是這些雨量下最多的地方 那麼台南高雄屏東都是有局部大雨或是好雨的機率 台南更是發布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那麼白天以後呢局部大雨或是好雨的範圍 我們帶您來看到 好 今天上半天呢主要雨是集中在南部地區 到了下半天您看到主要是在北部 還有中部東部的一些山區呢 還是會有降雨的機率 那台灣整體來說天氣依舊是不穩定 要留意的是這是午後對流發展的地方 好 雨勢也會出現 北部地區其他山區午後都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發生的機率 那麼整體來說呢 好 入夜之後南部地區部分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的零星雨勢出現 好 高地的高溫 今年普遍來到是30到33度 我們看完了雨量的部分 來看要氣象局的這一張圖 提醒您最近天氣的變化 好 今天週一 八月九號 中南部人雨 中南部有局部大雨 豪雨 那麼苗栗 台東偶有震雨 在北部宜花地區則是要留意 是午後的局部大雷雨 中央氣象局最新預報 像是被封測的北部還有東半部 要逐漸恢復為典型的夏季天氣了 漲雨呢 您看到主要都是這午後雷震雨為主 至於南臺灣連日的大雨 什麼時候會放晴呢 今天禮拜一還是在下的喔 那麼週二開始就可以波雲見日來形容 因為週二開始太平洋高壓 將會這一次的登場 這裡延伸接近臺灣 各地漲雨機率減少氣溫會回升 好 從週二開始 8月10號到15號這段期間呢 南部東半部 情時多雲 偶震雨 中北部地區比較悶 比較熱 那麼太陽出來的時候呢 會比較炎熱 午後都要注意雷雨 不過看到呢 好 這一段期間呢 降雨的範圍都大幅的縮小了 中部以北會恢復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要留意的是紫外線指數 局部高溫可以來到33到34度 而最後也要提醒您 近來東部地區地震發生的比較頻繁 加上這連日大雨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提高警覺 在仙區要嚴訪洛席 探訪還有土石流